大家好,我是小四 这天头有一帮人是特别招人恨的 就是这些老赖 但是好消息是 每年咱们国家都会出台一些针对老赖的措施 而且一年比一年延 之前咱们大体讲过一下 如果成为一名老赖 就是这个失信被执行人 那么他在消费、出行、旅游、投资等等 甚至子女上学等等上都会受到一些严格的限制 那么近期又出台了一条措施 最后人民法院、发改委、国土资源部 联合下发了一个通知 宣布对这些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 啥意思呢 就这些老赖 以后在什么买卖房屋、土地等的时候 就要受到限制了 就说白了 你都老赖了 你手底下那些资产 第一个你也别想买新的了 有钱赶紧还钱去 对吧 第二个已有的这些你也别想动了 一下就给你锁住 先锁了再说 而且今后对老赖的甄别措施也会越来越强 之前咱们说的这些老赖 大部分都是上了央行征信的那帮人 就是咱们上的个人征信报告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信息 前阵子咱们聊过关于信联成立的问题 那么信联成立了之后 就会把除了央行征信已经纳入的这些数据之外的一些 其他的信用数据也会给他归纳起来 比如说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借钱不还的 比如说租车租房表现不好 失信的这些人这些数据也会被抓紧起来放到这个信息系统里来 所以以后信用不好的这些人真的是无处可躲 而且说到这个不动产国家也正在建设这个全面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的这个平台 现在已经有45个城市上线了不动产信息查询的功能 也就是说只要成了老赖反应一查 你名下不动产直接锁掉 咱们之前老说一句话 叫人在做天在看 现在就不光是在看的问题了 人在做 如果你做不好的话 真的是要动手搞了 其实这样是对的 就是信用好的人 咱们笼统说好人你就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 那么信用不好的人 这些老赖们 你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治措施 所以说个人信用这个事已经不光是一个无形资产了 以后会越来越有形 越来越重要 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已经有45个城市 这个不动产信息查询已经开通了 我觉得在这些城市朋友可以去查一查自己的这个信息情况 也看看自己的信用状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